而新美期有一对周姓医师夫妇 她们日前在板桥的购物中心看电影《黑天鹅》 医师娘原本以为说应该是个芭蕾舞片 但是想不到其实里面有很多惊悚的画面和情节 让她越看越紧张 看完之后竟然吓到呕吐昏倒了 那么先生跟购物中心要求呢要有氧气桶 但是呢里面氧气存量又刚好是零 只好赶紧把太太紧急来送一集就 电影里美丽的女主角跳起芭蕾舞相当迷人 本来以为是芭蕾舞电影 想不到剧情却让医师娘陈小姐出乎意料 其实她整个那个剧情都很紧凑 然后就是一直会幻想残害自己的画面 结果看完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想吐 原来芭蕾舞女林的故事是一出惊悚片 看到结尾的时候身体开始不舒服 陈小姐和当医师的先生 日前到新北市板桥这家购物中心看电影黑天鹅 因为里头的情节越看越紧张 结果看完了之后整个人开始呕吐呼吸困难 有专业医师背景的先生认为太太唤气不顺 向卖场求助氧气桶 结果让人傻眼 吸一口 吸一口就没了 这个氧气桶是空的 那我就会马上联想到 如果今天是一个气喘的病人 在这里发作的话 有氧气桶跟没有氧气桶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卖场解释 因为卖场的检疫救护站较少人使用 所以氧气瓶没气了也不知道 事后已经补买 新北市府将邀请业者盐商 希望规范公共营业场所 要有紧急医疗资源 以免汉事发生 中文系有李文斌拉音质 特别报道